我們接下來請黃寶林王劉俊秀會長來跟大家介紹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興我們這個計畫 從開始有這個想法到現在完成這個 我只能說要初步 完成這個初步的構想 這個也經過了大概有七八個月將近一年 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們跟很多團體一起合作 然後最重要的我們有就是說在經費上 有Google有新竹物流來幫我們的忙 那其實我們推動這個計畫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再生人員太陽人它基本上它其實可以做很多東西 像我們這個咖啡車它就是一種 那其他還有種種都可以做 像剛剛曼琳姐講的 就是你可以洗澡你可以花電等等都可以做 所以我們主要是要去推廣太陽人的這個用戶 因為台灣太陽真的是很大 你看今天大家很熱很熱太陽人很大 然後接下來因為我們環保團體 基本上對弱勢的這些團體 我們也要盡量幫忙 所以我們就利用 也等於再利用他們 我們就把這個車子 我們現在總共有六步 把這個車子 先給他們 然後他們可以在各種活動 利用這個車子去擺攤 一方面幫我們先揚利人的好處 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經費 譬如說派一部車開天 至少可以賣100杯咖啡 大概盈利至少會有1000塊以上 會有這樣子 那這樣是對他們的小 就是有小小的幫助 然後第三咧 我們知道 我在昨天看到 那種盧工 在揮州 很多人 一堆人在種可可 可可大家知道吧 那可可是什麼的原料 主要原料 是巧克力的主要原料 巧克力是由可可做出來的 但是這些盧工 既然一生從來沒有吃過巧克力 他們自己在種可可 但是他們沒有吃過巧克力 這事讓我非常的震驚 非常的惹 就是非常驚訝 就是說 種可可的人沒有吃過巧克力 結果 美國的記者拿巧克力給他吃 他說哇 巧克力怎麼這麼好吃 他們自己種的東西 他們不知道那東西那麼好吃 這個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這個中間剝蟹呢 造成這些人呢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 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 他們都沒辦法吃 所以 在這一次的咖啡車裡面 我們也用公民交易的方式 公民交易公益基金會呢 也幫忙 就是我們用的咖啡 就是以非洲的這個所謂的 沒有進過中間剝蟹 他直接我們來把它買過來 我們來賣 這樣子呢 也等於幫忙種咖啡的人 幫忙種咖啡的人 所以咖啡 我們這個意義呢 當然就是說 雖然我們不敢講說很大啦 但是至少我們都有想到 我們都有想到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在這裡 無必各位呢 好好的幫我們宣傳 當然 在台灣呢 現在最重要的是 宣傳太陽能的這個用途 宣傳太陽能的用途 它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我們非常豐富的一個國家 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咧 來使用 來讓我們每天的生活咧 更的 變得更美好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非常謝謝我們的 這些合作團體 沒有他們咧 其實這個計畫咧 真的 在將近一年前咧 開始到現在咧 這個 到現在初步的成果 這根本沒辦法達到 那我們會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來把使用太陽能的方式咧 宣傳給 我們前台灣的人 作為我們地球村 台灣作為地球村一眼 我們所應有的責任 那在這裡咧 非常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謝謝